球场上那些暖心的瞬间 明知或被发黄牌 依旧露出了纹在自己身上 儿童难民的名字 他说过 每当你们看见我 也就看见了这些孩子 失望卡恩在欧冠夺冠后 并没有庆祝 而是来到了对手门将卡尼的身边 原来是卡尼在半场休息的时候 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可他却选择坚持比赛 果然英雄总是心心向西的 这是一场乌克兰联赛 一名球员与门将相撞后 不省人事 蹬下了自己的舌头 坎卡瓦放弃进攻 立即上前营救 为了防止咬断舌头 坎卡瓦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嘴底 在这个过程中 坎卡瓦的手被咬到 叫出了声满地翻滚 最后经过队一和双方球员的抢救 伤员也终于恢复了清醒 挽回了生命 2005年巴斯拉对阵马洛卡 英皇派被罚处长的托罗斯 在离场时 突然给了普悦尔一击耳目 身为队友的小罗 冲过去要找对方的说法 伯悦尔却拦住了小罗 没有把事态进一步扩大 契罗和卢伊斯拥抱在了一起 所有巴西球员都赶了过来 安慰着这个 哭得像孩子一样的未来之心 你还知道球场上哪些暖心的瞬间吗